大卫突然说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突然间我觉得有点毛啊 因为大卫刚刚紧张到 失去理智的态度不见了 他就像是笑着问我这个问题 什么事啊 大卫说 你会怕吗 坐在我旁边的不是大卫 是那个女人啊 她张开血盆大口对我大笑了起来 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我是老王 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 中国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全世界的人都怕鬼 恐怖哦 在世界各地有着各种恐怖的灵异故事 我们曾经说过的故事 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 日本恐怖电话亭和咒院 马来西亚金魂记和降头树 以及泰国和尚变鬼王的故事 常常听我们故事的朋友 应该对这些故事都有印象 如果没有听过 我会把这些放在留言处 非常推荐你去看 今天我们就要来说 美国的灵异故事 在美国有一个论坛上面有个版面 专门放鬼故事 老王在上面看到一则毛骨悚然的故事 于是和作者JL先生 取得了故事授权来转述给大家听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听 美国的怪谈故事 接下来的故事 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那天晚上我开车到了一所加油站 加油站是富有超商的那一种 我走进去超商里面 站在收音台的 是一位年纪大约十几岁的小兄弟 他脸上充满着无奈 感觉就像是说着 为什么我要在这边打工 我应该要去参加派对的啊 我把买好的洋芋片跟两瓶饮料放在桌上 店员匆忙的丢进去塑胶袋里 这时候我拿出一张地图打开 放在收音台上 接着问他 请问要怎么开到主干道啊 店员大概看了地图十秒钟 突然间他大笑出来 接着说 大哥 纸张的地图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在开玩笑吧 你没有导航吗 他笑到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说没有 接着他就开始看着地图 大概找了一分钟左右 他指着地图中间说 找到了 我们目前在这个位置 离中央是大概六到七公里 我把他指的位置 用笔圈了起来当记号 接着再看了地图对他说 那看来我还要多转几个弯 才能开到主干道对吧 店员点了点头 说对 接着我接好账 给他了一些小费 然后拿起我的饼干跟饮料 把地图折好走出店门 一坐上车 副驾驶位传来一句 你问到我们在哪里了吗 突然间 一阵晕眩感涌了上来 晕到我趴在方向盘上 我旁边的好朋友大笑的说 你是进去太久 忘记我还在等你哦 我摇了摇头对他说 没有啦 只是跟里面的店员在问路 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开那么远啦 服务驾驶座的人 他是大卫 是我朋友 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开着夜车到处去逗风 但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迷路 我从塑胶袋里面 拿出一瓶饮料给大卫 从我认识大卫那么久以来 他都只喝一种饮料 而且还不是城里超商买得到的 那个饮料味道像咳嗽腰水 只有这种小镇的加油站有卖 我曾经请他喝过其他的 但是他都不喝 我把饼干往后做丢 发动了车子 就在这个时候 我往后看了一下超商 诶 奇怪 刚刚店里的店员为什么站在店门口盯着我们看啊 大卫也跟着看了过去 哇 他有问题吗 我摇摇头说 不知道耶 但的确蛮诡异的啊 我又看了那店员一下 他开始往我们车子方向走过来了 大卫对我吼着 赶快离开这边啊 我转过身 用力踩油门就往前冲了 大卫还拉下车窗 对着店员比了中指 小声骂了一句脏话 接着我把口袋的地图拿出来 丢给坐在副驾的大卫 他拿着一只小手电筒招着地图 疑惑的问 我们怎么开这么远啊 这边前面要右转啊 我看了一下车上的时钟 显示着2点45分 边开我边说啊 爱希应该担心到不行了吧 我们在一起5年了 这5年哦 他最没办法接受的就是我半夜睡不着 开车出来都疯的习惯 他常说啊 怕我会出车祸 你觉得我要不要传个简讯跟他报个平安啊 大卫对我说 不用啦 你们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啊 我笑着回大卫 我们这种才叫恋爱好吗 大卫笑着说 像我一样单身比较好啊 我开着车啊 看着前方永无止境的道路 接着看了一眼车上的时钟 在5分钟就3点了 应该不用多久 我们就能上主干道了 接着我伸手往后做的塑胶袋 拿了一瓶刚刚买的饮料 单手抓着方向盘 另一只手打开那一罐饮料 仰着头喝了一口 但就在那一瞬间我吓到把饮料噴在挡风玻璃上面 因为刚刚在马路上有一个人影出现在马路正中央 这时候我把刹车踩到底 车子的后轮锁死了 四耳的轮胎摩擦声响起 我的车啊开始打滑 我跟大卫两个人同时大叫啊 距离前面的数不到100公分 杀住了 耳边响起的是刹车声还有避震器带来的晃动 车头现在是朝着我们刚刚开来的方向 我能清楚的看见柏油路上那一条条刹车的痕迹 我拉紧下了车站在冷行道上面 走到车子前面站在大灯的中间 我向周围看了一圈啊 再往马路前面看了一下 车尾红红的刹车灯照着后面几尺的范围 什么都没有 我又转了一圈看路边的草丛 一样没有任何动静 唯一的声音就是车子的引擎 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还是幻觉啊 不可能啊 我很确定刚刚明明就有一个人站在马路上啊 这时候车门打开的声音 大卫走过来对我说 到底是干嘛啊 干嘛都不讲话啊 刚刚马路上有人啊 真的我不骗你啊 有一个女人从旁边树林走了出来 我以为我们要撞上她了 结果根本没有人啊 当时大卫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接着对我说 你确定吗 我对他狂点头啊 他拿出小手电筒 重复的往马路两侧照了照 接着对我说 这个时间点怎么可能有女生从树林走出来啊 突然间那种不祥的感觉又来了 我对大卫说 快赶快上车啊 大卫完全没有反驳 因为我们都听到草丛有动静 好像有人快速的向我们这边跑过来 我们快速的爬进车里 关了门上了锁 大卫这时候也害怕的问我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 我马上把安全带系上 手刹车放了 脚猛踩油门 很快的飙离那里 过了几分钟 心情稍微缓和了 我才松口说 现在应该没事了啊 大卫这时候指着前面对我说 你看啊 那边有路牌 我看着远方路灯下面 有一个破旧的路牌 这时候我放慢了速度 那个路牌啊 好像是被子弹还是BB弹扫射过 路牌上面写着 戈尔登两公里 大卫说 搞什么鬼啊 我们是怎么开到这边来的啊 大卫会这么生气 是有原因的 因为戈尔登是个鬼镇 以前这里是一个挖黄金的地方 很多人住在这里 但是后来出现一些怪事 于是大家就牵走了 后来啊 这边很多人会来探险找鬼 大卫问我 你是怎么开来这边的啊 我没有办法回答他 因为我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 我刚刚在地图上看过戈尔登 是离中央是好几十公里的 在黑暗的车内 我看着大卫双手抱着他的头 过没有多久 前方的弯道就是离开戈尔登的出口 接着我看了看车上的时间 显示着三点 从刚刚到现在只过了五分钟 但我却感觉像是三十分钟 在压力大的情况下 时间都变得不一样了 这时候前面出现一个路牌 路牌写着离开戈尔登 接着我说了一句 赞啊 要离开了啊 当然路灯和路牌消失在身后 我们继续往前开 但我没想到的是 离开戈尔登的路牌 又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我大声喊着 怎么又出现了啊 刚刚不是经过一次了吗 大卫这时候对我说 停一下车 他的声音颤抖着 当下的我是真的很不想停车 但我还是听了他的话 把车子停了下来 停车以后 大卫下车 走到车子的前方 站在那边 左看右看 我也松开了安全带 又看了一眼时间 时间显示着三点整 时间完全没变啊 当下我真的很震惊哦 我还用手去拍了时钟 想说是不是故障了 接着我把手机拿出来 手机上的时间 一样显示着三点 接着我马上传讯息 给我女朋友 我说 我跟大卫都没事 我们有一点迷路 可能会晚一点回家 接着我把手机塞回口袋里 我知道爱希可能已经睡着了 而且我也不敢告诉她 我现在遇到这么恐怖的情况 毕竟她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焦虑 传完简讯以后 我下车问大卫 大卫 怎么了 他没有回我 我又问他第二遍第三遍 他都没有回我 大卫你说话啊 这时候大卫 终于转过身看着我 可是他的脸啊 一点血色都没有 整张脸是惨白的 接着他举起一根手指指着我的身后 嘴巴只吐出三个字 看后面 我转过身一看 我的妈啊 刚刚差点害我出车祸的女人 现在竟然站在路牌旁边 这时候我对大卫说 我们慢慢退回车上 快点 接着我们就退回车旁 用最快的速度上了车 一上车 我直接往前开 车后掀起了一片风沙 我们又继续往公路开过去 引擎大声的响着 我在心里疯狂祷告 拜托啊 让我们看见一个十字路口 一栋房子 甚至一个破烂的电话亭也好啊 老天爷 拜托你啦 就在这个时候 我起鸡皮疙瘩了 因为刚刚那个女人 又出现在我眼前 她就站在离开 哥尔登的路牌旁边 而且她的身后 竟然站了十几个人 他们全部站在那边盯着我们啊 看着我们一遍一遍的开过去 大卫这时候紧张的问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不要问我啊我也不知道啊 突然间我的手机震了起来 我拿起来看了一眼 是爱惜传的简讯 我打开一看 我整个人完全认住啊 我重复又重复的读了那一句短讯 瞬间啊我只感觉到混乱 爱惜传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啊 大卫突然说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突然间我觉得有点毛啊 因为大卫刚刚紧张到失去理智的态度不见了 他就像是笑着问我这个问题 什么事啊 大卫说 你会怕吗 坐在我旁边的不是大卫 是那个女人啊 她张开血盆大口对我大笑了起来 接着我开始大吼跟尖叫打开了车门直接跳下车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翻了 接着我眼前一片黑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病床上了 我的头被满满的纱布围绕着 一只手被钢丝绑着跨在空中 我的胸口感到严重的炙热感 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爱惜 他看到我醒来眼泪都喷出来了 这时候他急急忙忙的走出了病房 过没有多久爱惜跟医生走了进来 医生说我很幸运 头没有大碍 就是手骨折肋骨折其他器官都正常 医生说完我的病况之后接着说 门外有几位警官有问题想问问你 医生将两位警察请入了病房 他们问了我很多的问题 我也很诚实的把经历的一切告诉了他们 他们都很惊讶 我竟然从一辆高速行驶的车子跳了出来 警察跟我说 是开了加油站的父子发现了你啊 他们现在也在病房外 我正好想要跟他们好好道谢 感谢他们找到了我 我一看 竟然是便利商店那个店员 店员问我还好吗 聊了一下知道他叫做包博 加油站是他爷爷那边传下来的 他负责晚上雇店 白天都是他爸爸负责的 我对包博说 谢谢你发现了我啊 你是怎么会看到我的啊 包博这时候跟我说 我不知道我跟你说这些 你会不会觉得我疯了 但是我只能跟你说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用科学去解释的 我爷爷跟我爸爸以前都是哥尔登城里的人 当时那边主要是捞金的工作发展的很好 直到有一名女巫搬到那边 当地有个男人爱上了那个女巫 于是开始配合女巫做一些招邻仪式 他们会砍人来祭奠撒旦 后来被发现以后才知道啊已经有十几个人遇害 女巫跟男人被发现就开始逃亡 但是他们在逃跑的路上被警察乱枪打死 就在哥尔登的路牌旁边 从这件事开始我们城镇就出现一堆怪事 于是城镇里的人就一个一个搬走 最后这个城镇也被人称为鬼镇 后来没想到啊越来越多人莫名死在了路牌旁边 警察也完全不知道原因各种死因都有 但最多的就是自己开车撞死 而且那些车子上面总是留着一瓶喝完的饮料罐 也就是你今天买的那种饮料 你离开我们店的时候啊 我就想起我爸爸跟我说的这些事情 于是我就好奇跟在你身后看 结果我一看到你的副驾我就吓傻了 因为那个人脸上的笑容不是正常人类可以做出的表情 他恶狠狠的盯着我看 看着你的车开走以后啊 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爸 当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觉得能就一个算一个吧 果不其然我们就在路牌看到你 听完以后啊我就紧张的问包伯 包伯啊你说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啊 包伯说 我听我爸说那个男人叫做大卫 刚包伯说完以后我觉得毛骨悚然啊 因为我马上回忆起那女人张着血盆大口 带着恐怖的笑容 还有爱惜传给我让我看到出神的简讯 爱惜的简讯上面写着五个字 大卫是谁啊 故事结束